大家可以先看一下我现在发出来的这一个新闻 就是两年前的一些新闻 一个是原币科技发行的一个稳定币 两年前发行的一个稳定币 它是锚定了三个法币的 一个是年人币一个港元 还有一个日元 它是不同的百分比资产储备 然后呢发行的一个价值锚定的一个稳定币 相当于是是亚洲的一个稳定币 那么最近咱们看到的一个香港的一个稳定币 港元稳定币 也是Hashhead的萧峰博士 然后联合中安银行和原币科技 他们准备是要上线了一个港元的稳定币 大家都可以看得到的对吧 那么也就是说港元的一个稳定币呢 现在就是在原币科技这里呢 可能它发行了一个另外的资产的一个汇率的 就是以港元作为资产锚定的港元汇率的一个港元稳定币 其实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呢是一个好消息 为什么 因为大家会陆陆续续会看到很多品种的港元稳定币 它会陆陆续续的会落户到香港的一些交易所里面会上线的 因为它要适应香港web3.0的一个生态的一个发展嘛 因为它现在目前就是要大力的推动就是金融创新科技领域嘛 那么金融创新科技领域就是一个虚拟货币的加密市场 和一个它的web3.0的一个生态的一个应用 落地应用对吧 所以它会有很多港元稳定币出来 大家未来可能会看到越来越多的一些港元稳定币 而且它的一个种类可能还不仅仅就是单一的局限于法币 就是单单是锚定的港元作为的一个发行的港元稳定币 怎么说呢 因为咱们在以前我的视频里面 稳定币的一个视频里面 我和大家的话就是讲解过稳定币的一个分类 它的品种的分类 它其实是有法币稳定币 加密货币稳定币 还有算法稳定币 还有商品稳定币 它的一个锚定的一个资产是不同的 像法币稳定币呢 它是价值是锚定的一个就是哪一个国家的一个法币 像算法稳定币呢 它是通过一个固定的一个算法 然后呢它有一个平衡机制 然后呢它发现了一个稳定币 还有像加密货币的稳定币 就是你需要一个比方说以太坊或者比特币 1.5倍 然后呢或者是两倍 然后呢作为抵押物 还有商品稳定币呢 它就是一个作为一个黄金啊 或者石油作为一个价值的一个储备 然后去发行稳定币 按照一个你发现的是欧元的 那么你可能是欧元的那个汇率 你发现的是美元的 可能是美元的汇率 你发现的是我们的人民币的稳定币 你可能就是按照人民币的汇率 总之它是有一个 它的一个就是价值锚定在里面 只不过呢它是分种类不同 那么涉及到的监管肯定也是不一样的 因为它毕竟要涉及到一些审计啊 还有一些托管呢 包括它的一些严格的一些监管 怎么样的买入 怎么样的赎回 对不对 它有一个很全面的一个流程 所以大家会发现越来越多的港元稳定币会出现 但是它的一个品种却不一样 你会发现在DeFi的这种应用场景里面 也许它那种算法稳定币 或者是那种加密货币的稳定币 它的品种比较多 你会发现交易所里面的稳定币 那么它是以法币稳定币作为一个资产的一个储备 这种属性的比较多 那么法币稳定币呢 它其实还分两种 就是它只是简单的就是锚定的一个港币 或者锚定的一个美元 但是它实际上呢 信用倍数是达不到国家的那种 你要为国服务的那种 你同时可以作为跨境贸易支付领域里面 去使用那个具有法币属性的稳定币 这个还差一点意思 所以后面呢 我们会看到 它会上线HashK 包括它会陆陆续续的上线一些交易队呀 可能它不会一下子上很多 可能会陆陆续续的上 就像我们经常会看到 它今天又上了一个品种的交易队呀 Link USD这种 或者是其他的一个主流币 然后加了一个 就是它的主流币的交易队 它可能是一个一个的上 或者一两个一两个的上 它不会一大批一下子上上去 这个应该是不太会的 它会陆陆续续的 但是呢 你说我们稳定币的监管 是先出来还是他们的会先上线 离我们真正的说 像离岸人币这种稳定币 CNHC这种法律属性的稳定币 它还差一点意思 我们呢是必须要等到稳定币的监管 你要出来过后 你的具有法律属性的支付性稳定币 你必须要出来过后 你才能够上线交易队的 这个是肯定的 但是像他们这种呢 有可能先露面 但是未必会大面积的投放使用 可能呢先会上一个品种 两个品种 它会先试试 其实这些呢 因为属于一个弹性的空间 因为他们呢 要求没有那么严 但是我们呢 要求是非常的严格 因为我们是要一出来 不可能只应用于 虚拟货币的一个交易所里面 作为媒介使用稳定币 你一出来 你就具备一个跨境支付的 对吧 你要在跨境贸易结算里面 作为结算的一个货币使用 所以性质还是略有不同的 所以这个呢 我们今天呢 就是讲到这里 然后呢 我想聊一下 就是港元稳定币呢 它如果说出来的是 锚定的是港元的这种 就是汇率的 然后资产锚定也是港元的 然后发现了港元稳定币 它实际上背后的意义是什么呢 背后的意义 你想港元的话 它发行的机制 本来也是锚定的是美金 对吧 你首先你美金 你要提供给香港金管局 然后香港金管局才会发 免息的一个债权说明书给你 然后你再按1.7.8固定的联系汇率 你再发行港币 对吧 港币的它的一个联系汇率 它其实是锚定的价值 锚定是美金 那美金它的价值锚定是什么呢 它其实早就已经跟黄金脱钩了 它其实就相当于是打白条的 所以它的风险的话 可想而知 它不可能是大面积的去要 像这样的港元稳定币 是不可能应用于跨境贸易里面的 因为我们要去美容化 为什么要去美容化 就是因为我们要禁止这种打白条 然后未来的风险转嫁到我们身上去承担的这种行为 所以才会把这个 用用于跨境贸易支付的稳定米和虚拟货币 web3.0这种应用生态里面的稳定米 它是有一个区分的 你可以用用虚拟货币的市场 你也可以用用于web3.0里面的市场 但是你这个法律属性 你这个信用背书还差那么一点点意思的时候 你是不能用于跨境贸易支付里面的 因为这个风险那么相当于就是你民间行为 你自己自单 那是你自己自单的 就像我们民间做了一些什么行为 就是像一些高额的像高利贷这样的 你要做没人拿着 但是你不具备法律的一个保护的一个属性 对吧 所以很多东西就是你为国服务还是你为自己的企业服务中间的话还是有一点点区别的 这个大家理解这个意思就好 然后后面的我们就是看它一步步落地 大家也不用着急 我们的一个稳定币的监管它肯定要出来的 虽然它说是尽快 我们要马上我们要很快要推出 虽然用词都是用了这种含糊不清的 就是要着急推出的 但是大家从密集的新闻里面 你们可以看得出来一些端倪 像他们现在已经提出了具体的时间点的四季度的 目前已经咱们也看到了 像之前的STO的一个四季度 它要发行一个STO的一个通函 对吧 现在通函也出来了 如期的出来了 但是呢像稳定币的一个监管呢 它只说率先推出支付型的 具有法币属性的一个稳定币 包括像我们要赶紧的 要尽快推出稳定币的一个监管框架出来 这些它都没有说一个具体的一个时间框架 有没有发现 它唯一的一个时间框架就是在5月23号的时候 对我们的一个虚拟市场的一个散户开放的时候 提出来了 它要在稳定币的监管框架落地之前 落地过后 它才能够上线稳定币的交易队 然后才能够提供给散户的一个交易买卖 对吧 零售交易买卖 它提出的时间呢是2023到2024之间 这个其实它是有个时间跨度的 因为它提前说了 它会率先推出具有法币属性的一个支付型稳定币 它如果说是一起推出的话 那么它可以直接的话说2024推出 它不用把时间跨度跨到2023到2024 对吧 这是一个常识 那就说明有一个是先推出的 那么这个先推出的应该是2023 就是我们按照字面上的意思理解应该是这样的 现在就是放频心态 我们主要关注什么 我们关注的就是一个稳密的一个监管框架 这是我们重点方向 大家都是知道的 我们一再的就是提醒大家关注这个 然后呢 我们包括OSL它提出来它的一个APP会上架应用商店 对吧 这个呢 大家也知道就类似于像Hashk上线的APP的一个应用商店是一样的 它相当于就是Hashk既然提出了它也上线了 那么它肯定也要推出也要上线 它不甘落后嘛 他们都是真相恐后的 反正呢 Hashk一旦会对外公布了什么 他们也会对外公布什么 只不过呢 就看谁先推出来 谁后推出来而已 这个呢 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包括APP的一个版面呢 里面的一些服务内容啊 我们也可以参考 Hashk的 因为它对外推出的时候就已经说了 它在推出的同时 它不会同时上线平台币 大家要理解它字面的意思 就是说它上线APP的时候 不会同时上线它的平台币 这是一个 然后呢 它会在后面逐步的完善它的功能搭建过后 然后再对应的提供相对应的服务给我们的所有用户 这也就是说 它的APP上线的时候应该是个减版的 可能就是一个网页版的 然后就改成了APP版本的 也许里面的内容并没有什么多大的出入 但是呢 后面它不断的完善过后呢 它就会有不同的版本出来 我们呢 因为也分三个版本嘛 大家都知道 港版的 全球版的 和新加坡版的 那么我们就看我们自己后面的话 肯定是 就是这个之前跟大家也说过了 新加坡版本的会先出来 后面的话具体是香港版本的出来 还是全球版的先出来 咱们到时候看 总之呢 有了我们 属于我们的 能够看到我们包包的 这个下载链接的话呢 我们会第一时间发到群里面 大家不用着急 并且我们会配 就配备我们的一个操作视频 起码能够让你 你注册了过后 你是能够看到我们的一个包包的一个资产 你可以同时登录我们包包的 这个的话是同步的 在一个视频里面 如果是看不到我们包包的情况下 我是不会录这个视频的 我也不会发链接的 这个大家了解就好 总之呢 我们就把心态放平 不要老盯着 11月份 一定出来 12月份一定出来 不要去做这样的时间的预测 你这样会 弄得大家在群里面 等待的也很焦虑的 其实我们这四年多时间的话都已经等过来了 你越是把时间点盯得越紧 你越是会产生焦虑 而且大家心态 现在的话都已经是属于忍耐期了 之前是安慰 现在是忍耐期了 所以我们尽量的就是不要制造焦虑 我们就是放平心态 平时我们该干嘛还是要干嘛的 你搬砖 生活工作 一样都不能纳下 对吧 只不过说我们到了晚上空余的时间 看看群里发的一些新闻 然后跟新闻政策 我们同步思路了 一起去捋一捋 对吧 我们知道进度到哪了 起码心里也做到有数 对不对 总之呢这个事情呢 不管他时间中间他要拉得多长 或者是呢 他需要每一个阶段推动 他需要落地 他需要等多长时间 但是有一点 我们毋庸置疑的就是 你到了后面的话 他只要面向全球散户开放了 并且他所有的一些稳定币交易队啊 还有我们法币出新啊 这些全部都已经通到打通了过后 就是完全没有问题了 他这一天是绝对冷冷的 这个不是说我们自己打包票 这个是一个常识啊 对吧 他这么大一家交易所 他把香港作为一个金融的一个试验区 他要大力的去发展金融创新科技领域 他肯定不可能只上几个主流币 他去跟全球的虚拟货币的市场去竞争 那竞争个毛线呢 对吧 三个币看都不够看的 对不对 所以这是一个常识 他最后肯定是所有都弄通了过后 全部都已经搭载完善过后 迟早是有一天会面向全球开放的 所以呢 大家就放平心态 我们就在群里安心等待 好不好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